王一博新剧效果爆棚,安踏广告新奇营销登顶热搜。 王一博这几天不上网了,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富有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, 而是因为所有人都在争相关注他的新剧追风者,他匆忙地藏了起来。 出人意料的是追风者开播后,收视率不仅爆表,直接翻了三倍, 平台热度持续飙升,热搜榜辈独占,各种话题接连而至。 王一博这次可谓是赢得了掌声,凭借着稳定的表现,演技的提升以及自然生活化的表现, 他成功地将为若来这个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, 再加上编排的密不透风的剧情节奏以及高质量的制作, 这部剧一开播就立刻站稳了脚跟。 许多人都惊叹于王一博演技的飞速进步, 他从偶像转型为演员,只用了短短几年, 而且他并非出身名门,这种表现让人刮目相看, 甚至可以从他的表演中看到无限的潜力。 这次好口碑的出现实质名归,与他的辛勤付出相符, 他没有辜负大家的喜爱, 难怪有这么多人说他是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, 他的行动胜过言辞,成功地完成了转型, 而且他还专注于提升自己, 其作品品质保证,自然备受喜爱。 这次我们就不多赞美了, 而是要说一下在剧开播后, 为若来这个角色实在太受欢迎了, 受到了大家的疯狂追捧。 可爱,呆萌,软糯的小青年, 出身寒门,被生活逼得苦不堪言, 处处都让人心疼。 但是当大家看到他穿着破烂衣服, 却依然帅气时, 大家内心的小心思就暴露无遗。 如果说王一博是大家的偶像, 那么魏若来可能就是可以带回家的那种, 至少可以养得起。 当看到他脱衣服的镜头时, 一众妈妈粉瞬间高涨了斗志, 纷纷变成了梦中情人的粉丝, 纷纷称赞导演深的我们心思。 魏若来那精瘦的身材, 还白得发光, 这一镜头一出, 简直让人口水直流。 与王一博不同的是, 他大方得多, 而且观看起来更加过瘾, 腹肌,后背, 样样都展示得淋漓尽致, 一句话, 导演就像是给了你一块美味的鸡腿。 其实这个镜头非常接地气, 充满了生活气息, 就是早上去打工的人的正常状态, 只是我们欣赏王一博的身材而已。 但是没想到, 这个脱衣镜头在网络上, 竟然引起了疯狂的转载, 冲上了热搜, 还纷纷有人提醒王一博多吃点东西, 好像要把魏若来带回家养肥一样。 都已经被看完了, 感觉都不值钱了, 要把他带回家。 有人说, 王一博真是名副其实的招财小金珠, 他的作品一出, 自然就有无数的商家排队找他合作, 广告更是纷至踏来。 有人甚至说, 剧中王一博身上的伤痕都被当作广告标语, 仔细一看还真是, 安踏的logo随处可见, 这广告都打到脸上了, 安踏这个品牌果然无处不在, 签下王一博, 立刻火了。 话说回来, 虽然也有人吐槽说他有点稚嫩, 但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 演得好就是好, 甚至有人开始担心王一博的竞争对手。 一旦这部电视剧大火起来, 王一博的明星地位将更加稳固, 有人开始吹捧他是未来的影帝, 但我们还是以观察为主。 不管是批评还是赞美, 都只是暂时的, 我们看到王一博在不断进步, 他的道路还很长, 也不会局限于一个领域, 我们期待他带给我们更多新鲜的东西。 感谢观看视频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, 请随时发表评论,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。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, 平安。